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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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被描述为细长的铃色的人形生物 它们有两条腿 两条胳膊 光头大脑袋 巨大杏仁状的黑眼睛 细鼻子和一条缝隙的小嘴巴 信徒们说铃色的太空船很像1950年代经典的原型的复古UFO 当地人说有两种类型的外星人 另一组来自铃王星 另一组来自名为鲁卡的行星 鲁王星外星人是由能量制成的 可以以物理形式出现并能够教授人类 鲁卡外星人具有物质身体和高科技知识 这两个外星人他们在一起工作 鲁王星外星人担心处如战争或环境灾难性事件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星球 他们还希望赋予某些人类与他们交流的能力 如果人类在核战争中被摧毁一切 外星人希望帮助幸存者重建人类文明 鲁卡行星在银河系中 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 据称外星人选择考卡拉山是特意的 因为它是众多山丘中最矮的 冥想者说他们很感激外星人 不必爬得很高就可以达到山顶了 在山顶有一个巨大的七头蛇 保护佛陀修行的雕像 该雕像已经存在山顶多年 村民说历史上它与布银飞行物没有关联 据称这座山还掩藏了一个虫洞 外星人将虫洞用作穿越各个维度的门库 信徒们还说 他们还看到过外星人从布银飞行物上走下来 到处行走然后物化消失 据说冥王星外星人领导人在1998年和1999年 传播的资讯中透露 我已经活了一万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我不知道飞碟和外星人是否真实 但该团体无害 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群冥想的人 这是一件好事 泰国当局认为这些人的古怪信息和传统宗教信仰将去甚远 势必沦为邪教组织而不屑一顾 虽然佛教对外星人鬼魂灵魂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但警告信徒不要被荒诞的幻想所吸引 曼谷圣约翰大学获得哲学和宗教博士学位的佛教学者说道 我们不需要知道是否可以直接与外星人交谈 也许相信的人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这对我们的修行并没有帮助 人类和外星人对话是对还是错 还需要仔细地去斟酌 大多数情况只是幻想 在曼谷上班的一位年轻人 拜访考卡拉山已有九连 并说多次见过外星人和布铭飞行物 当被问及他想对外星人说什么 他说我想搬到外星人的星球上去居住 另外一个信徒杜萨蒂先生解释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外星人指派去执行不同的任务 主要任务是学习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场灾难将消失世界上一半的人类 我们正在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国家灾难预警委员会基金会主席 史密斯·达玛罗萨哈 曾预测2014年东南亚海啸 同意更多的自然灾害很有可能临近 这些人所说的一切也都是有可能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有可能的 由于有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 因此可能会造成很多伤害 但是没有人的预测它是否会何时发生 许多重大自然灾害 例如致命的台风 特大地震和海啸 都是人类破坏自然而引发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 全球海平面将增加2米 全世界许多城市都会受到影响 您认为这些人是一群迷信者 还是真正见到了外星人呢 有研究者考据 半世纪以来很多接触案例中提及外星人预言 绝大多数都裸空了 譬如小行星撞击地球 板块移动大地震等等 但是不管有没有外星人传讯 人类对加强环境保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意识 确实应该大力加强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您留言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